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一望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几个频道啊 因为呢从2019年4月份 那个时候我不是开了一个 YouTube初级班吗 然后当时呢有200多学员参加 其实让我蛮欣慰的啊 在我们这批学员当中 有几个已经超过我的频道了 当然在这里我就不宣布他们是谁了 因为我当时开的是初级班 后来呢这些学员呢 在自己学员初级班之后呢 他们又自己去在外边学了很多什么中级啊 高级啊可能又花了很多钱在外面学习 人家才有了近时近日的成绩 但是由于这个YouTube俱乐部呢 它依然存在 所以呢我会我很清楚 在这个群里面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人的频道 都已经做起来了 真的真的非常的开心啊 那今天呢给大家记号这几个频道呢 是YouTube初级班新进来的几位学员 做的都蛮不错的也是很认真的 所以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支持他们啊 你好我是Lucy小秋 2019年上半年 我在看一些极简的视频的时候 我看到Ivan的频道 然后在她的一期视频里 她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开一个YouTube的频道 而且她还开了YouTube的基础班 然后我就加入了她的这个基础班 开始学习怎么样开一个频道 怎么样上传视频 怎么样制作封面图等等 那有半年时间我一直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出镜呢 因为我觉得出镜是很令人害羞和尴尬的事情 那后来我发现呢没有出镜是很麻烦的 你需要很多素材才能做成你的视频 所以呢经过半年的挣扎之后 我就出镜了 然后开了一个频道叫做小秋书画 主要是分享我的一些读书心得和人生的感悟 我读书的方向就是哲学 心理学 文学和心灵成长的书 苏东坡喜欢吃猪肉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我们吃的红烧肉 其实就是来自东坡肉 据说苏东坡自己还亲自烹饪猪肉给大家吃 大家吃完都赞不绝口 而且他自己还写 食猪肉诗 说明苏东坡对猪肉的喜爱和深入的研究 灵魂一开始有阴阳两面 这一阴一阳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我还没开口 你就能说出我的感受 而且我们还相互玩上阴阳互补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但是从灵性修行的角度来说 并不存在灵魂伴侣一说 因为上帝不会为了你 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那你是相信有还是没有灵魂伴侣呢 看到做得精致漂亮的食物 你是不是舍不得吃 还要把它放在橱窗里 当艺术品来供奉呢 问题是食物不用来吃 还叫食物吗 对食物最尊重的方式 就是毁灭它 把它吃掉 干掉 因为食物是一门毁灭的艺术 尼采把人生分成三个阶段 骆驼 狮子和婴儿 骆驼的命运被别人掌控 狮子掌控自己的命运 婴儿纯真质朴 无杂念 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有些人终其一生都是骆驼 三十岁以前很少有狮子 有些人终其一生 都很难到达婴儿的阶段 那你认为此刻的你 是骆驼 狮子 还是婴儿呢 所以你如果对我说的这些内容 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来关注我的这个频道 小秋书画 谢谢你的收看 也感谢Yvonne给我这个机会 在这里自我介绍 希望在我的频道 小秋书画见到你 再见 嗨 大家好呀 这里是Kiki 坐标德国 首先呢 我想谢谢Yvonne给我们这个机会 在你的频道里面 介绍我们自己 以及分享我们做YouTuber以来的收获 那我呢 我是很早之前 我就知道做YouTuber是有一定收入的 但是那时候的我呢 对这个行业是我完全不感兴趣 又或者是说 我那时候的自己是不这么自信的 所以呢从来没有考虑过 会真真正正的 开始经营一个YouTube频道 那直到今年开始呢 我突然间对这件事情 有了很大的兴趣 可能是因为我开始 对我自己有了重新的认识 而且我的生活状态也开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那目前呢 我和我老公以及一只 小拉布拉多 一起生活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小城 那现在的我就很喜欢现在的生活状态 我经常觉得现在的生活非常的美好 生活非常的可爱 我也很喜欢现在的自己 所以呢 我就有了信心开始拍视频 所以呢 我的这个YouTube频道呢 我主要是想要用来记录我在德国的生活 再者是我想要通过做视频的方式 去整理我自己 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我们自己的优点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长处 可能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通过做视频啊 或者是说通过整理自己 我们会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 是我们之前不曾知道的一个正好的自己 又或者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整理自己的办法 分享出一些有用的经验 来帮助某一些人 说不定我们的哪一句话 或者是我们的哪一句视频 我们做的哪一件事情 可以帮助一些人度过生活中的一些难关 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拍视频 记录我们的生活 整理我们自己 分享我们的人生阅历 从而去帮助一些人 又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收益 那何乐而不为呢 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那这些就是我目前经营频道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说动力 这是我努力的方向 这是一条非常长的路 我相信我后面还会遇到更多的人 更多的事 那我可能我的想法还会变 但是我知道只要我用心 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 对不对 包括我还想跟其他的 做YouTube的其他的朋友们说 我们只要相信我们走的路是对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坚持 只要坚持 我们总有一天可以 走到我们想去的那个地方 又或者是就算没有达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目的 我们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 一定也会有很多意外收获 那我们就一起来共勉 那如果你对我的频道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们关注我 那我们就以后再见 Hello大家好 我们的栏目叫做杰克船长在澳洲 我是船长杰克 我是追随船长的Sara 我们的栏目呢 主要介绍澳洲生活 更主要的是户外旅游 那么我们为什么想到要多这样一个栏目呢 主要啊 我们都是喜欢户外生活的人 没错 是的 虽然我是追随这个船长 但其实我也很喜欢户外生活 那么来澳洲已经15年多了 在过去的这些年头里 我们每一年都会有多次的录影 同时呢 每个周末也都会到户外去 所以我们对于户外活动和旅游 爱不释手 那么在过去10年以前呢 我曾经 我们曾经一路沿途 从墨尔本出发 自驾到最终到达北领地的达尔文 经历了自然的美好的风光 也收集了很多户外活动自驾的经验 和一些小的信息 我们认为这些信息 对于将来要进行同样旅游路线 或者甚至已经进行 类似户外活动的人 是非常有用的 为什么我们不把它分享出来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 也希望我们将陆续给大家提供 使用而有帮助的信息 那我们现在这个栏目呢 已经做了一些视频 那么其中包含呢 房车的租赁和使用 也包含了露营户外装备的介绍 同时呢 还有一些昆士兰的 非大众景点的介绍 是的 我们从墨尔本搬来了昆士兰 享受这里的阳光和沙滩 那我们这些介绍呢 希望能够准备来昆士兰的朋友呢 一些更多的旅游信息 在我们推出的几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陆陆续续收到一些 朋友的反馈信息 给我们的反馈都是非常积极的 大家认为我们提供的信息 实用 而且很有帮助 甚至于很多人都 蠢蠢欲动 马上要行动起来了 所以后续呢 我们还将继续沿着这条思路 希望给大家提供更多 更好的干货 能起到一个帮助和 前导信息的作用 非常感谢大家 观看我们这一小段视频 谢谢 嗨 大家好 我是空姐 是说说不可说的制片人 兼导演兼文案编辑兼配音演员 做这个频道的初衷很简单 我曾经在人生的低谷 德文佛法 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 就开始热爱生活 并且从此走上了探索自我的道路 佛法不可说 但我的频道叫说说不可说 墨学人微言轻 在写文案的过程中 常常感觉如履薄冰 不敢以自己的知见来阐释佛法 只采用高僧大德的开示 和其他同修经历的故事 如果您对佛教有兴趣 欢迎订阅 说说不可说 或者 如果您正在经历人生的困惑 欢迎来佛法中寻找答案 佛法广大 无所不包 八万四千法门 必有一法 可度您离苦得乐 我是空姐 期待与您相逢在我的频道 说说不可说 请不吝点赞订阅